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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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高兴啊 激动啊 您看又到了咱们传统的节日来临之际了 对 说实话啊 每次一到这个传统节日来临的时候 我比人高兴 我呢 那你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品种呢 没说 什么叫你比人高兴啊 有点激动了 我说我比一般人激动 比一般人激动 比一般人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文化 尤其是传统节日研究的专家 怎样 我呀 就你 还是一个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研究的专家 咱们看你的意思还不相信是吗 我跟你说光老师 你可能不相信 于于于于于 什么你叫我什么 光老师 光老师 叫错了 亮老师 亮老师 没听说 你选一个 光光亮亮 你这儿 光光亮亮这都不成 您得叫我突老师 对 我姓马 您姓马 马老师 别老师 我考考你传统节日的知识吧 您随便问 比如说啊 先说个难点的 每年的 正月初一什么节 不知道 难住了吧 你就不如王生 我告诉你 谁不如王老 你别吓 正月初一这谁不知道了 正月初一春节 这个知道 过年春节这谁不知道了 可能是过于简单了一点 太简单了 正月初一是春节 我们坐在一起吃点粽子 和家团圆 您先倒了 正月初一吃饺子 再考你一个 正月十五什么节 元宵节 这回吃粽子了 元宵节嘛 你怎么老跟粽子干上来了 你这 我好吃粽子 元宵节这都点明白了 吃元宵啊 好吃元宵 再考你一个 九月初九 这不正日子吗 重阳节 为什么叫重阳节呢 你说呢 重阳节刚刚都说了 俩九 九月初九 正阳之日 双重的重阳 别说您还知道这个 到了重阳节 灯高望远 观赏菊花 没错 便插猪蹄 有 然后呢 没有 没有 你插一地的猪蹄干嘛 味不味呢 就我记得插个什么 便插猪鱼 便插猪鱼 好极了 是 我研究过这个 您有所理解 过去这个古人讲话 有一个《西经杂记》里边记载 怎么写的呢 九月初九 配猪鱼 有 石鹏尔 饮菊花酒 云可使人长寿也 有这么一句话 说这话你明白了吗 我有所理解 朱瑜你知道了 朱瑜知道 这 彭尔你知道吗 什么 什么 彭尔 呦 这您还真给我问朱瑜 这彭尔我还真是 彭尔 没听说过 过去重阳节 必须吃的一种点心 哦 就重阳节的点心 当然这手艺现在失传了啊 这是仙秦时期吃的 哦 仙秦 彭尔 耶 哎呀 您这都楼了 您这好 爷就是我 嗯 把它挖掘整理出来了 哦 您您知道这彭尔 不单知道啊 不单知道这是出处 嗯哼 还知道它的做法 哦 连做法您都明白 我在家都研习过好多回了 哎呦 这可信心了 我今天可以把这手艺传说传说给您 您告诉我 首先你得用发面 哦 哎 拿起来之后 揉吧揉吧 嗯 擀平了 哦 推开 刷 哦 刷上这菜油 清油 哦 刷油 哎 刷好 嗯 撒各种调料 哦 调料 胡椒 胡胡娃椒粉 嗯 辣椒 这是五味杂陈啊 哦 就全搁在里头 哎呦 抹平了 嗯嗯 卷不好 嗯 卷不好 再擀一遍 嗯 切成两指寬 哦 两指寬 一段一段的 嗯 把这两段压在一块 各位 这有一个手法 嗯 得这么一拧 哎呦 一拧 拧好拿出来 这可不能直接吃 这是生的 那怎么办呢 上锅蒸 哦 还得上锅再蒸 半个小时 一出锅 您这尝尝一口 您再看 香甜可口 辣得要命 您这不是仙琴捧耳吗 我这是辣椒花卷 你别说 提起重阳节 最广为人知的诗篇 就是唐代王维的 九月九日 一以山东兄弟 诗中不仅描述了 重阳节登高插猪鱼的民俗 同时也写出了诗人 渴望重阳节和家团圆的愿望 独在一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被撕亲 撕亲也成了 重阳这个节日的核心主题 独在一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被撕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为你长沉 兄弟啊 思念情深似海 我们曾共度 灿烂的芳华 兄弟啊 看那万家灯火 思念会成了歌 只为你唱着 思念会成了歌 只为你唱着 在中国的民俗观念 九九重阳节 还与九九同音 且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 所以有生命长久 健康长寿的寓意 1989年 中国将农历九月九日 正式定为老人节 敬老节 重阳节也成了一个 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的节日 陪父母一起过重阳节 共享亲情的美好 爸 爸 你在这儿顶个伞 装蘑菇呢 哎呀 晒太阳呢 不是 晒太阳你还打个伞 我怕晒啊 怕晒你晒啥太阳啊 缓呢 爸 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这儿 看老太太呢 你私下瞅瞅 咱有老太太 不是看老太太呀 那你就是等老太太 我要等我还不等个年轻的 我等老太太干啥呀 行了 我出去一下啊 走 快快快快走 哎呀 还找个阿姨 还浪漫之一 天上掉下过阿姨 哎呀 妈呀 大哥 这多大岁数了 管我叫阿姨啊 想要点压岁钱呢 这都胡子拉杀的了 你给多少钱也压不回去了 呀 我是不是站你地方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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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随意溜达 随意 别在地下站着了 来 坐上来 哎 坐半天了 别动啊 咱晒晒太阳 哎 晒半天了 溜达溜达舒服 哎呀 你说你咋这么招人喜欢呢 哎呦 抱抱 哎呀 抱抱 大哥你干啥呢 一惊一乍的 哈哈哈哈 你跟狗说话的呀 嘿 我们这不叫狗 叫骆驼 它也不够个儿啊 我孙子有名 叫翻饭 好听吧 你这 叫翻饭 你这一说 我怎么想起个主持人来 哎呀 我跟你们说呀 我们这翻饭可金贵着呢 睡席梦思穿纯棉馅 上贵族学校 定期做美容 哎 我们不吃狗粮 不吃啥呢 我得把那鸡肉牛肉 攥成丸子 上锅蒸熟了 浇点骨头汤 再和上米饭 吃完了 再来瓶酸奶 哈哈哈哈 哎呀 大妹妹啊 我跟你商量点事呗 啊 我呢 给你当孙子 咱就肉汤穿丸子 泡米饭就行 酸奶我就不要了 这老头 说说咋就下道了呢 不跟你唠了 饭饭 走 咱溜达下 走 哎 养狗就养狗呗 养出这么多花了 哎呀 这也是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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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了 哎呀 你们怎么这个样子了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什么呀 这个小区里头 不知道哪来了一条野狗 这样把我们家齐齐咬的 你看看 都做出血了呢 可不是吧 你那才是野狗呢 胡子拉叉的 毛都秃了 哎 李大哥 他骂你 他骂你毛都秃了 不是 哈哈哈哈 他骂的是狗 你好像骂的是我 哎呀 大哥耶 你到底是向着谁说话了 啊 来 帮我抱着 好 给你抱着 我跟你没完 我跟你 哎呀 你太来劲了 大哥 帮我抱着 今天我非得跟他讨个说法 哎呦 你给我吗 方方 看病去 哎 你得给我们家齐齐赔医药费 不是 你给他道歉 他上医院 你给他道歉 你给我们看病 哎 哎 哎 他干啥呢 多大岁数了 啊 从前是人看狗打架 现在好了 狗看人打架 你不想看 把你眼睛闭起来好了呀 哎 我 我是说狗 我没说我 这真是的 就是为这么点事 你说 你们 你们至于的吗 至于 他那狗要挠着 我都没事 挠着 我们帆帆我心疼 你知道我们帆帆有多乖巧吗 来 咱给爷爷翻一个 来 来 来 翻 翻 翻 你知道吧 我们帆帆呢 隔好了 叫啥动作 有名的 叫羊手后空翻 简叉羊翻 哦 你看这蛮乱 哎呦 呸 还羊翻 还说你们家狗会主持算了呢 我跟你讲啊 厉达哥 他那个狗不算什么的 我们家琪琪哦 哦 琪琪才是个奇特的呢 是吧 来 琪琪 哦 来 外婆问你啊 三加一等于几呀 说 鸭 鸭鸭 鸭 鸭家 这师叔这个 哎 小数学家 聪明的嘞 嘿 聪明傻呀 我可不管那事 俩人家一块 一百多岁了 你们这干嘛呢 这是 你们这真是的 接着接方 为这狗的事打架 你说这算什么事呢 大哥 你不养狗 你是没这体会 这儿女一年到头 也回不来几回吧 这日子总得过呀 就他整天围着你转 陪着我们 对外人来说 他就是一条狗 但是对那些 孩子们经常不在家的老人来说 这就是家里的 一口人 是的 爸 看我给你买啥来了 哟哟哟哟你 你看 我闺女给我买了个孙子回来 哟哟哟哟 complain 太可爱了 哎呀 你说哈 这老人们是个个儿女 可这儿女的老人 怎么扔手一条狗呢 这就说明啊 儿女比狗亲 可狗比儿女近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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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人画上老门装 演绎三十年后的自己 从风华正茂的岁月 一眨眼就到茂蝶之年 真是感慨万千 人哪 总有老的那一天 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 落下病了 我现在这腿呀 是越战越疼 孩子们 你们都不知道啊 杨爷爷当年有多帅 我这儿有照片 孩子们看看 帅吗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 我这个弟弟知道 老妮知道我多帅 让他给大家讲讲啊 老妮 说说我有多帅 老妮 老妮 我有招 一说完马上醒 录像啦 开门大街 吓我一跳 无录像 逗你玩呢 无录像你瞎叫唤 继续睡 起来起来 别睡了 干啥呀 跟哥聊聊天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 有啥好聊的呀 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 主持春晚那些事呗 哎呦 当年的春晚啊 我这衣裳 忘了 你没主持过春晚 好汉不提当年勇 学学哥 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啊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 那么多奖项 那么多光环荣誉 我说了吗 要不行 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真捋 谁先说 我先 好 我拿过金话筒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我拿过十家主持 我看他拿过十家主持 我主持了三十年春晚 我看他主持二十年春晚 咋还少十年呢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小心 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你给我回来 等着等着 你瞧瞧 这是谁 老杨 老杨快来啊 你看谁来了 老杨 许姐 这么多年不见 我想死你了 这孩子淘气 光张嘴 不出声 许姐 我想死你了 你急死我了 你累死我了 老你你来 许宝宝 少年宝 哎呦 想死你了 多大岁数了 老不正经 能听见啊 能 分人 坐坐坐 坐坐坐 坐下来 好姐姐 我来找你们俩呀 说个正事 说个正事 好 咱们抬药 办一台老年春晚 好啊 给我打电话 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 给担起来 好 我琢磨这是好事啊 好好好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 当年的感觉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嗯 好啊 来吧 来啊 来来来来 开始 猫如生生 死就岁 大地处处 唤新言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杨帆 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 给您送上祝福 祝您 没没没 没分会场 没分会场 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 都老些病 今年没有分会场 今年就一个主会场 对 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 我是主会场主持人 今天这样 我们三个主持人 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重来 新年快乐 再来 给您快乐 给 默契 气势还忍没输 瑕布掩鱼 继续走词 让我们唱起来 跳起来 舞动起来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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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胳膊扭了 胳膊扭了 哎呀 腰扭了 来人哪 哎呀呀呀呀 命啊 哎呀 快点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 变形金刚啊 哎呀 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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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了 哎呦 脖子 脖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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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歇会儿吧 行了不行了 主持不动了 我的青春鸟 一去不回了啊 哎呦 您三位啊 也别难过 您根本就没老 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 留在了这舞台上 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 即便是您老了 您曾经的风采 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替您记着呢 耶 你们记着呢 都记着呢 你们都记着呢 记着呢 其实说真的 一点都不怕了 我怕的是什么呀 我怕的是我们这些 亲爱的 可爱的观众朋友们 有一天 把我们都忘了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 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 想当年我们几个 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看照片 就是那么大岁数 小姑娘小小子 在这个舞台上 是那样的青涩 没有经验 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 你们太好了 对我们包容 爱护 鼓励 记着好 记着好 能记着是福气 福气啊 我就是怕呀 他越来越老老的 这几十年爱过的人 经过的事 一点点都给忘了 想不起来了 当我们老了才发现 这辈子 遇见你 是天大的福气 耶 有些人情发明 以明知识的终点 但有些愿承受 所有的心的感情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 来了幽默 可这一世 有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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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火